第1618集 条件 兄弟山也被他给灭了 庞振又抛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什么 这下杀户 是彻底震惊了 连星帝山都被他给灭了 怎么说也不算是 因为大部分星帝山的强者 都已经被杨宗主收拢到灵霄宗去了 如今的灵霄宗 在幽暗星上算是最强的宗门 我海淀必知如何 杀户急声询问 怕是有所不及啊 庞振实话实说 不过因为我们与林霄宗分属深海和内陆倒是没有什么交集 而且啊 林霄宗的总舵就坐落在流言沙地的内部 那里几乎可以说是固热金汤 无人可以攻破 杀户瞬间呆滞 流言沙地他自然是知道的 那可是幽暗星的禁地之一 寻常时候根本无人可以进入其中 林霄宗居然能将总舵设立在里面 这是如何做到的 不但沙户瞠目结舌 切磨和伤敖全都是一副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的表情 庞振实去的没再多说什么 他能理解沙户和海族两位统领心中的震撼 幽暗星上哪一个强者在听闻这些消息的时候 没震撼过 当年这些情报传递到深海的时候 海淀也被彻底震惊了一把 几位店主几乎是寝食难安 唯恐杨凯野心膨胀 将爪牙伸到无忧海上 可事实证明 杨凯并没有这个打算 过了好几年 海淀的几位店主才逐渐安心下来 前些日子 杨凯在霞光岛上 提出了要与海淀进行贸易互通有无 那几位店主恐怕也正是因为摸不清杨凯的用意 才迟迟没有应允 沉默良久 杀户似乎才逐渐消化掉这些信息 又更加仔细地询问杨凯的事情 庞震将自己所知道的情报一一到来 杀户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了 千墨和山凯的神色也变幻不已 眼神交汇 似乎在暗暗交流着什么 正在此时 山凯内忽然传来一阵异动 紧接着一道人影从中走出 正是阳凯 山凯 千墨和庞震三人皆是神色一阵 纷纷抱拳 沙户微微一笑道 可有收获 杨凯重众人回了一礼 又将石魁和流言收起来 这才点点头道 有一点 怎么说你也可以动用圣元了 沙户惊讶地问道 当日与明月一战 对手忽然动用圣元和市场之力 确实下了沙户一跳 后来苦思冥想 沙户只能将原因归咎于 这一处山凯中隐藏的秘密 那山凯深处 正是他之前跟杨凯说过的 连他都无法探明的地方 那里肯定隐藏了一些秘密 或许就关系到明月 为什么可以动用圣元 只是沙户弄不明白 其中的原委罢了 如今见杨凯一副 有所收获的样子 立刻便有了猜测 动用圣元没问题 杨凯淡淡寒手 并没有沙户想象中的高兴 灵了又补充了一句 我还发现了离开这里的方法 什么 沙户失声惊叫 一旁旁阵阵等三人 也都失神片刻 玄吉也都大喜过望地 朝杨凯望去 急切问道 此言当真 自然 杨凯点点头 我出来就是要告诉你们 这个消息的 你们谁要是想随我一块出去的话 就早做准备 过些日子 我就会从这里离开了 杨宗主 庞阵淡淡淡淡地望着杨凯 敢问杨宗主 你能带多少人出去 一旁 伤嗷听庞阵这么询问 立刻也醒悟过来 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把所有人都带出去 也没有问题 杨凯答道 不过 不过什么 庞阵立刻紧张起来 海淀和海神宫的人 我可以无偿带出去 其他人的话 哼 麻烦你们告诉那些人 谁若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就帮我找一些浑天莲来 庞阵一正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苦笑道 杨宗主打得好算盘啊 可以想象 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 那些一直被困在幽魂岛的舞者 势必会为了离开此地 而卖力寻找浑天莲 到时候杨凯就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杨凯呵呵笑道 我只是稍稍收取一些酬劳罢了 时间呢 杨凯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沙户在一旁问道 一个月后吧 好 沙户应了一声 老夫就帮你把消息传递出去 至于我海淀的舞者 也不会让你白忙活 等离开这里之后 海淀自会奉上谢礼的 杀老坚持的话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杨凯哈哈大笑 我海神公也不会让杨宗主 白白出力的 尚敖连忙在一旁表态 杨凯瞧了他一眼 只是淡淡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能够离开幽魂岛的消息 如飓风一样 很快便席卷了整个幽魂岛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九成九的舞者都表示 不愿意相信 只以为这是谁说出来的笑话而已 毕竟如果真有办法 能够离开幽魂岛 他们也不会一直被困在其中了 这么多年下来 落难到幽魂岛的舞者数不胜数 其中不乏精彩艳艳之辈 总应该有一些舞者 可以查探到一些离开的方法 可事实上 幽魂岛就是一个囚龙 将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 现在突然蹦出这么一个消息 实在让人很难相信 直到杀户出面澄清 并且作保 这才让幽魂岛的舞者 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一时间 整个幽魂岛的舞者 几乎都全部出动了 成群结队地 开始朝四周的海域进发 去寻觅魂天帘 以其能够占据了一个离开的名额 幽魂岛在极短的时间内 变成了一座空岛 距离幽魂岛万里之外的海域上 杨开站在小海豚的背部 朝前方进发 在幽魂岛舞者 四散寻觅魂天帘的时候 他自己也没有闲着 魂天帘这么好的东西 自然是多多益善 所以在那一日 让杀户把消息传出去之后 他便带着小海豚 离开了幽魂岛 辗转在远处的海域中 依靠小海豚的本能 寻觅珍贵的魂天帘 收获不少 远海一直是幽魂岛舞者 难以踏足的地方 这里的魂天帘 自然比近海处要多 而经过数百枚 虚极魂天丹的脆体之后 杨开的肉身素质 比起刚进幽魂岛的时候 强出了几倍不止 之前觉得强大的海兽 如今在他面前 已经不堪一击 他与小海豚越行越远 收获也越来越充盈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他这才让小海豚返航 等他再次返回幽魂岛的时候 岛上数千舞者 已经在肃然以待了 一个月的时间 不足以让所有舞者 都能够收获到足够的魂天帘 有的人运气不好 根本就没见到魂天帘 此刻等候之时 神情忐忑不恩 唯恐杨开离去的时候 不带上自己 与杀户等人会面 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 杨开让海淀和海神宫的舞者 帮自己将那些魂天帘收集过来 手上有魂天帘的舞者 乐滋滋地将自己这一个月的所得上缴 安心地走到一旁 等候离开的那一刻 只花了一日时间 事情便处理妥当 岛上的军民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上缴过魂天帘的 另一部分是没有上缴的 没有上缴魂天帘的舞者数量 不是太多 只有七八百而已 杨开站在这七八百人面前 瞧着他们脸上的焦虑 不安和尴尬 微微一笑 朗声道 别说杨某不给你们机会 既然你们没有魂天帘 那就只能用别的办法 来赎回自己的自由了 这位小兄弟 敢问是什么样的方法 人群中 一个看起来有些苍老的舞者 开口问道 其他人也都好奇地关注着杨开 唯恐他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 或许很有来头 或许在幽暗星上身份不低 在幽暗星上 肯定有亲人和宗门 那么等离开这里之后 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也可以带你们离开 如果你们连这点代价都付不起 那么就为奴十年吧 十年内你们的性命是我的 我让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得做什么 一言出 全场哗然 一部分舞者忧心忡忡 不过更多的舞者 却是神色喜悦 杨开说的没错 他们这些人 绝大部分在幽暗星上 都是有亲人和宗门的 只要离开这里 筹集一些物资 还是不成问题的 以那些物资 来换取自身的自由 这笔买卖并不亏 若是连这点物资都筹集不起来 为奴十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杨开看起来不像是什么恶人 否则也不会提这个建议 只需坐视不管 将他们遗弃在幽魂岛上就可以了 十年之后 自可以重获自由 愿意的人请去沙岛主那边 留下你们的神魂印记 等你们完成了约定之后 杨某自会将神魂印记归还 杨开又喊了一声 下一刻 这七八百人 有一大半便齐齐地 朝沙户所在的方向涌去 剩下的人愁愁观望了一会儿 也都任命般地跟了上去 那边提前得到杨开嘱咐的沙户 早就吩咐好海淀的弟子 准备妥当 等这些舞者涌上来之后 纷纷取出一块块洁白的灵域 让那些舞者在内 刻下自己的神魂印记 有了这些神魂印记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掌控 这些舞者的生死 想必没人敢忽视今日的约定 沙户从人群中挤出来 来到了杨开身边 望着那边的人头攒动 苦笑一声道 杨宗主的灵小纵 难道还缺这点物资 杨开呵呵一笑 魂子肉也是肉啊 沙户若有所思地 看了他一眼 黑黑直晓 并没有再说什么 他似乎是瞧出了杨开的用意 杨开分明是有意 要将整个幽魂岛的舞者 全部带出去 才会提出这么简单的要求 这么做 无疑是两重用意 一方面是利用岛上的舞者 帮他搜刮魂天帘 另一方面 也是要将一碗水端平 免得被人诟病 这么做的唯一解释 就是他还能再回幽魂岛 他已经将此地 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所以才要把所有人都带走 想到这里 沙户的呼吸 微微有些急促了 且不说杨开这些日子 在幽魂岛上收获的魂天帘数量 就说日后 只要他想 恐怕也可以随时 来到这里采集魂天帘 可以想象 假以时日的灵霄宗 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庞然大物 沙户心中怎么猜测的 杨开并不知道 不过人老成精 杨开相信 沙户隐约能猜到自己的想法 他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掌握了离开知法的他 完全有权力 也有能力这么做 他只想将这里 当成自己的禁地 七八百人的事情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已经处理完毕 整个幽魂岛的污者 全部集结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杨开 想知道他到底会用什么方法 将自己带离此地 每个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期望和忐忑的神色 就连杀户等人也是如此 尽管杨开之前说得言之凿凿 他们也没有丝毫怀疑 但是真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也不禁紧张起来 众目睽睽之下 杨开并没有太多的动作 只是闭上了双眸 静静地站在原地 但是一股精纯而浓郁的神魂力量 却从他体内弥漫出来 那股神魂力量之强 让所有人都骇然变色 神魂之力穿透虚空 延伸到不为人知的位面 杨开掌握了空间之力 撕裂空间永远是从囚龙之地 逃离的最好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幽魂岛 这个诡异的地方自成一片空间 封闭独立 若是无法定位幽暗星所在 杨开就算施展撕裂空间 也只会在幽魂岛内部穿梭 根本没法离开这里 可是在掌握了幽魂岛的一部分隐秘 能够动用圣元 同时又是幽暗星星主的前提下 杨开想要确定幽暗星的位置 并不算太难 他的神念在虚空之中 跳跃穿梭着 不大片刻功夫便感应到了幽魂岛和 幽魂岛星之间的空间壁垒 他获得睁开双眼 浑身上下空间之力疯狂跌宕 伸出双手猛地朝前锋探去 双手如蛟龙出海 在所有人紧密的关注下 竟然直接插进了虚空之中 惊呼声陡然传来 几千舞者瞪大了眼珠子 望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他们所看到的景象 是杨开的两只手臂诡异地消失不见 这样的一幕已经超乎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下一刻 杨开忽然沉喝一声 双臂猛地朝两旁撕扯 而伴随着他的动作 他前方的空间就仿佛一块不眠 被撕成两半 露出了一个漆黑的裂缝 裂缝越来越大 从那裂缝中传来让人惊悚的气息 就如一只远古凶兽 张开了血盆大口 又要将这一片天地都吞噬 直到这裂缝扩张为十丈左右的时候 杨开才深吸一口气 停止了撕裂的动作 可那浓郁的空间之力 依然在跌宕着 从杨开体内涌出 如一柄利剑 灌入空间裂缝之中 直直地在这虚无混沌的裂缝内 开辟出一条虚空庸岛 连通着幽魂岛和幽暗星的某一个地方 杀户早已看呆了 一个月前 杨开说他掌握了离开的方法 杀户虽然没有怀疑 却也不清楚其中的内幕 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明白杨开到底有什么依障 他居然修炼了极其罕见的空间秘术 而且精通到如此境界 不但能以一己之力撕裂空间 还能构筑出安全的虚空庸岛 这份本事 放眼整个星域 只怕也无人能够企及 杀户相信 就算是那些传说中的虚亡净强者 也绝对做不到阳黑这种程度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就在杀户失神间 杨开的低喝声忽然传入耳中 他猛地回神 大手一挥 口中抱喝道 随老夫走 说完 他第一个冲进杨开构筑出来的虚空庸道之中 被黑暗和虚无吞噬了身形 海淀众人弟子紧随其后 一个接一个消失不尽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代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